第一 他人的闲事 莫管 狄庚斯说 最好的礼貌是不多管闲事 深以为然 爱管闲事的人不仅吃力不讨好 还容易惹人闲 前两天同事王姐跟我抱怨 哎 以后再也不乱掺和了 我连门问她怎么了 她委屈地说 公司来了个小姑娘 虽然学历高 但快三十了还没对象 我好心把侄子介绍给她 没想到人家一点也不领情 我尴尬地笑着没有大话 这个女孩子研究生刚毕业 一心扑在事业上 王姐却天天跟她讲 女人要早点结婚生子 两个人的价值观不同 自然话不投机 半句多 王姐是有名的热心肠 可很多时候 她的好意换不来别人的感恩 反而引起对方的反感 生命苦短 莫管闲事 莫惹是非 随便评判别人的选择 只会自寻烦恼 肆意干涉别人的生活 只会自逃没趣 以前听到各扫取门前雪 这样的话时 我总觉得有些冷漠 可是后来才发现 这恰恰是一种难得的分寸感 正如古人云 宝经世事拥开口 看破人情 胆点头 做人如此 贵在有度 别人的事你管不好 更管不了 自带边界感才是最大的智慧 何况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倘若把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 难免忽略自己的生活 学会克制 少管闲事 对人对己都大有弊意 第二 做不到的事 莫管 老子曾经说 夫亲诺必寡信 轻易许诺的人 必定经常失信 在《红楼梦》当中 贾云生活结局 于是要求贾连 帮自己找一份差事 贾连二话不说便应允了 看到贾连胜券在握的样子 贾云满心欢喜地回到家中 盼望着好事降临 可是没想到 差事一直都没什么进展 贾云有些着急 只能旁敲侧击地打听起来 贾连告诉他 前几天本来有一份差事 但凤姐从半路杀出来 把岗位分配给了贾勤 贾云听了半赏无语 嘴上说着没事 心里却很失落 撞了南墙之后 他才意识到贾连的话不可信 转而去找凤姐 懊恼地说 求叔叔这事 沈子休提 我昨儿正后悔呢 谁承望叔叔竟不能的 在荣国府 贾连不过是个空架子 十全掌握在凤姐手中 贾连随口承诺 做不到的事情 既让自己更难堪 也让贾云空欢喜一场 还耽误了他去寻找别的路 人生在世 无信不利 承诺再小 也会让人念念不忘 与其空话连篇 不如果断拒绝 或许拒绝的时候 会有些尴尬 但好过 出而反而 嘴上靠谱 不如行动给力 如果别人有求于你时 不要盲目承诺 否则 就是一种 对人对己的欺骗 如果答应了别人的事 就一定要兑先 否则只会损耗 对方对你的信任 不轻易承诺 不随便违约 才是一个人 真正的优雅 第三 过分热情的人 莫里 黎哥说 农人远交 但人可尽处 所谓农人 便是那些 过分热情的人 为人热情是好事 但过犹不及 上周 有个学习群里的小伙伴 加我微信 通过好友之后 他洋洋洒洒发来 几百字的封城之词 看着满屏的文字 素来慢惹的我 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 我打开朋友圈 一下子涌出几十条消息 全是他的评论 前一秒 我们还是陌生人 连点赞之交都算不上 可这一秒 他却表现得像 认识我很多年一样 说实话 我很害怕 这样过分热情的人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也没有免费的热情 我担心他的热情背后 是别有所图 果不其然 在连续一周的信息轰炸之后 他发来了宣传链接 我这才明白 原来我拿他当微信好友 他只是把我当私欲流量 于是我默默地 拉黑了他 无独有偶 很多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销售 也会使用同样的套路 有些销售人员 对老人嘘寒问暖 三天两头上门拜访 不过是想掏空老人兜里的钱 就像作家卢露所说 一个真正本性热情的人 递上一杯热茶不是过分 可是那个上来就扯着我们的友谊 递给你三杯茅台酒 而且不喝不行的人 往往都有点目的和诉求 是的呀 过分的热情是会烫人的 一开始就打得火热的人 实际很难交信 君子之交 其淡如水 冷冷清清地风风火火 才最舒服 第四 爱占便宜的人 莫里 走宗堂曾说 好便宜者 不可与之交财 喜欢占便宜的人 常常因为一点赢头小利 就丢了良知 最近看到一条新闻 有一个五十多岁的阿姨 因为喜欢吃苏州一家店的美食 隔三差五 便从上海前往苏州 为了节省往返的车票钱 她每次买完票上车之后 也会悄悄退掉 出站时尾随其他旅客 一起出站 短短的五个月 她竟然得逞了118次 逃票金额超过2500元 目前这位阿姨 已经被警方控制 她因为一时贪小便宜 得不偿失 我身边有位男同事的行为 同样令人迷惑 每一次吃完饭付款时 她总是手头有事 然后一次次忘记转账 难得有一次 她主动付了款 一共70元 三个人AA制 每人23.3元 她却在群手款里写了25元 钱的金额不大 但足以让大家看清她的人品 久而久之 大家吃饭时 再也不喊她一起去 年终平优时 没有一个人退举她 谁也不是傻子 没有人愿意和资猪 比较的人共事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哪一天会被她算计 二占小便宜的人 骨子里都是乞丐 眼里只有好处 没有情意 和这样的人相处 既累心又伤心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欺欺 人品好的人 为人厚道 不占人便宜 于是主动吃亏 人品差的人 为人精明 贪图小便宜 总作损人之事 前者人人住之 后者人人蔽之 生活中 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趁早防范 爱占便宜的人 第五 人到中年 莫管两世 莫离两人 人生在世 不过谈指一瞬间 年龄渐长 人也越活越通透 不如中年 经历过岁月洗礼 体验过世事沧桑 我们方才看清生活的真相 明白 不该管的事 别管 不该理的人 别理 我们不必在 别人的闲事中 蹉跎时光 也不用在 做不到的事情上 浪费精力 同时 我们也要精简 身边的圈子 远离那些 过分热情的人 和爱占便宜的人 唯有如此 才能 惬意前行 自在 度过余生 阳光照亮我的房间 春天温暖我的脸 树叶它还藏在树里面 我们都看不见 奶奶坐在院子中间 看着分笔的画面 百灵鸟尔龙中 叫得欢 但我却不明白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